其實我們真的是專家小組 就好像我們一個大腦 我們也有一個很棒的大腦 EQ跟IQ都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的手腳也非常靈活 現在這段時間真的是專家會議都是 隨叫隨開 那因為確實很多的一些變化都是這樣子持續在進行 那非常感謝專家們給我們在 即時性上面給我們非常非常多好的一個建議 也讓我們的決策 都能夠一直維持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 當然今天其他還有其他的委員沒有來 不過在這裡把跟全體的委員跟我們的張召集人 表達整個指揮中心對他們的謝意 當一個專家去做決定一件事情 可能考慮不做到 很多專家他能夠形成共識的話 他可能就是最接近真理的 在我們專家委員會 討論的過程之中 我大部分都是共識 就是少數不同的意見 但是大家會傾向一個意見 我記得只有一件事曾經專家分成兩派 50% 50% 最後無法共識就請 我們指揮中心自行決定這樣子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可以形成共識 專家小組的會議 我先漸漸地說過 從來不是一言堂 就是每一個專家從他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立場都會有他的認為 什麼樣是比較恰當 比較正確的 所以我們對各種議題都會有不同意見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用投票 所以沒有什麼 這麼精準的什麼5050 我想李教授講的是就是說 表現上感覺起來好像一半一半的不同的意見 討論當中會本來持不一樣意見 讓我們講出他的道理 講他為什麼需要這樣 我們需要考慮的層面 包括 不只是學理上的考慮 我們還要考慮現實面的一些狀況等等 那所以會建議說 我們是不是先這樣子處理 這樣子往前走 那如果不行 那我們隨時都可以再調整 其實我們真的是專家小組 就好像我們一個大腦 我們也有一個很棒的大腦 EQ跟IQ都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的手腳也非常靈活 就我們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大家看到這裡面幾乎都是 幾天就一變 幾天就一變 所有的工作人員 所有的醫護人員 接到這樣的一個 通責之後 大家就馬上很確實的去做 也沒有再來就是說 來 一直來講 這個為什麼要改 會改得大家變得很麻煩 沒有 我們都是 頭腦在動 手腳併用 所以能夠把這一段的問題 疫情都能夠控制住